HELLO 我是阿乖 又到了每周星期的手機電玩新聞吧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本周又有什麼遊戲上市吧 EA4採用Unreal Engine 5已經開發的正統MMORPG 主要特色是高水準的遊戲畫面 還有成績式的世界觀與服飾 流暢的打鬥還有大規模的打型戰鬥玩法 故事以13世紀歐洲嘴背景 採用假想歐洲世界的國家為舞台 玩家在充滿慾望、復仇、矛盾的混沌時代下 成為幕後組織野芽的一員 參加改變歷史的種多戰爭 目前遊戲共有四種職業 分別為戰士、劍士、獵人、女巫 每個職業都有男女之分也會有不同的特色 遊戲的玩法就是3D的動作類型 強調減少不切實際的戰鬥速度 還有過於發力的技能展現 藉由現實的動作來透過自我努力提高戰鬥能力 讓玩家體驗真正的戰鬥快感 遊戲最主要特色 就是可以在天空中自由的飛翔 將會有飛行寵物或者是飛行裝置 玩家可以在高速跳躍的時候就能使用 也會有起飛還有滑翔的功能 當然也會有座騎可以使用 不同的座騎也會有不同的移動速度 或者是能力上面的加成 而後期還可以透過轉職 就可以轉換成更進階的職業 每個職業都會有不同的分支 潘朵拉命運限制是一款神秘魔幻的MMO手機遊戲 故色背景在無盡的黑暗將置 人類少女獻祭自身成為命運先知 獲得魔盒中謹慎的希望與言之力 來拯救世界的黑暗 一開始共有物種職業 騎士、法師、射手、野蠻人還有戰心師 後續也會有不同的轉職方向 在人物創建上面 也有很多的髮型、五官、妝容等等 可以調整出自己喜歡的樣子 在進入遊戲之後 畫面就變成15度角 可以旋轉畫面 但是無法做到3D的畫面 玩家需要收集主線碎片 就可以繼續進行任務 戰鬥的部分就比較簡單 開啟自動戰鬥後就會自動攻擊 作為玩家的我們也不太需要操作什麼 只需要戰力足夠 基本上就可以獲得勝利 遊戲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女武神 玩家將主線角色的卡牌收集之後 就可以得到第一隻女武神 在戰鬥中累積能量之後 他也會出來幫忙作戰 也會有不同的女武神可以收集 在後面也會開啟不同的BOSS副本 這時候難度就比較高 玩家需要閃躲BOSS恭喜 在正確時間內做反擊才能夠取勝 當然也會有一些坐騎或者是翅膀等等的玩法 神話放置手機遊戲、悟空在線等 在本週上市 更找了一堆美少女男人遊戲代言人 遊戲是一款以角色收集卡牌為主的冒險RPG 遊戲的玩法就是防製類型 一開始玩家會得到一隻角色 他就會自動攻擊對手 玩家也可以點選螢幕來做輔助攻擊 等到關卡過得比較多之後 卻開啟三條道路 這時候就需要收集更多的人物 玩家可以透過打怪物得到的寶箱 就可以開啟寶箱也有機會得到人物 或是也能夠透過招募取得 遊戲中的角色都是戲遊戲中經典的角色 結合了Q萌可愛的毛毛造型 玩家能夠透過等級升級、角色進階、裝備 來提升角色戰力 就能無負擔的輕鬆享受遊戲 《武俠大明星》是一款水墨畫風的武俠陸袋放置遊戲 玩家將可以遨遊在各大門派 收集武功心法 習得十八般武藝成為一代大俠 一開始在場上 玩家可以先選擇一個角色擔任隊長 隊長會有額外的攻擊還有短CD的優勢 之後就可以以這個角色來做開局 接下來就需要點擊畫面 角色就會往哪個方向進行攻擊 在遊戲場上最多可以有五名角色 再拿到黃金葫蘆就可以再安排一位角色上陣 如果施打到武功卷則 就可以再增加一個角色的等級 它的攻擊數量也會有所改變 不過遊戲有趣的地方還不只這樣而已 遊戲中共有五種屬性類別 到了後期還會有更多的玩法 尤其在功法上面 還可以學習武學招式 或者是全體的輔助技能 還有其他的增益效果 在搭配上就會變得非常豐富 玩家還能透過招募召喚到更高確的武俠人物 也會有很多天賦技能可以學習 垂暴武林是一款類似開寶箱的遊戲玩法 一開始的玩法就是 一直打造武器就可以得到裝備 之後就可以再穿袋上去 也能增加角色的能力 如果打不好武器的話 就把它拿去賣掉 這樣就會有很多的鐵礦 這樣就可以再無限循環的繼續打下去了 大概打到三分鐘左右 差不多能力只夠了 就可以去玩主線任務 不過主線任務也就是直接打怪啦 是自動的回合制 打不贏的時候就繼續回來打鐵 整體的遊戲內容差不多就是這樣啊 唯一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玩家可以得到好的裝備 還可以改變自己的外觀還有武器 Ground Run Other Shooting Snipers 是一款復古風的2D自動射擊遊戲 擁有獨特的美術卡通風格 在遊戲中 你將扮演一名主角 消滅畫面中的所有敵人 可以使用各種武器 從手槍到散傷槍機關槍來擊倒敵人 在遊戲中的戰鬥角色是會自動攻擊 所以你只需要專心的閃躲敵人的子彈 而每過了幾個關卡 就會有特殊的爭議可以選擇 攻擊速度變快 或者是多發子彈等等 玩到越後面越來越好玩啊 打中間的時候也有類似一個休息上的地方 除了可以補血之外 後面還有一個人物 還能夠透過觀看影片 來得到更多的爭議效果 每10個關卡就會有一個強大的BOSS 玩家需要打敗他之後才能夠繼續通關 雖然遊戲的玩法很簡單 但是還真的蠻有趣的 算是一款蠻輕鬆的小羽遊戲 消除冒險遊戲新作 江炳人魔女之城在本週上市 遊戲是一款神秘又可愛的消除冒險遊戲 在製作神秘的城堡當中 住著可怕的魔女 魔女使用流傳已久的神秘食譜 製作了可愛的江炳人 江炳人不知道為何被創造出來 直到某一天他們發現了真相 玩家將和江炳人一起踏上 逃離魔女的冒險旅程 遊戲的玩法就是消除類型 通常最後的目的就是消除裡面的特殊物品 有些是糖果有些是木箱 在消除之後就算完成任務啦 當然遊戲中也會有很多的玩法 像是消除很多的方塊 就可以得到特殊的道具 每個道具也會有不同的效果 當然玩家都可以使用每位角色的特殊技能 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發生 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遊戲的玩法 也會加入一些劇情中的怪物 讓戰鬥變得更加有趣 不過遊戲最大的重點還是它的故事與帶入感 不僅擁有大量的動畫去展示劇情 像是江炳人好不容易逃離烤箱之後 卻被魔女抓住的這個畫面 真的超級有帶入感的 反而會因為這些劇情 讓人更想繼續的玩下去啊 少年神速傳是一款融合了三國 神獸、機甲、神魔等幻想人數的 韓劇手機遊戲 台版的部分也特別找到柯友倫擔任遊戲代言人 玩家原本是一名三國小兵 在遇見了神將、魯班後 開始展開了逆襲之路 遊戲的玩法就是方式類型 就很像神魔三國那樣 簡單的方式武將 他就會自動戰鬥 也會自動的使用技能 就會有華麗的動畫去展現 而遊戲最有趣的地方 還是人物的天賦與技能 像是我後來得到的SR武將 馬超他的技能就是開局 就可以使用全體的範圍必殺技 再搭配上初期送的SR武將 管贏平 只要擊殺敵人就可以觸發追擊 光是他們兩個在前期搭配 就可以擊敗所有的敵人 當然遊戲內也會有一些 副本任務或者是派遣任務可以遊玩 而遊戲比較佛系的地方 就是在提供資源上面 像是掛機多少時間 或者是任務都可以輕鬆獲得轉蛋資源 而且每實驗抽就有SR武將 應該蠻容易就可以得到想要的角色 Syber Outerside是一款 多人射擊的ARPG手機遊戲 故事以科幻奇幻世界為背景 你將繁衍主角 試圖拯救像神一樣的人工智慧 創造的虛擬宇宙 你需要探索與保護新家園而戰 人類的未來將在這裡重生 一開始共有三種角色 你可以選擇其中一位 也是三種不同的動物類型 進入遊戲之後 可以先在三種爭議當中選擇一種 之後每過一個關卡都可以再點選一個爭議 玩法上有點像露萊類型 而遊戲的畫面非常有科技未來的感覺 在戰鬥中可以使用三種攻擊 普通攻擊、技能攻擊還有近距離攻擊 因為遊戲節奏非常快 外加攻擊是有範圍限制的 所以玩起來非常的刺激 玩家可以通過關卡來蒐集多樣的武器裝備 還能夠增加自己的能力與外觀 更有多樣的天賦可以搭配 有趣的就是遊戲的氛圍感 在每個關卡的故事劇情的時候 都會有動畫去做演繹 讓遊戲更有沉浸感 Stair Heavy 是一款塔姆射擊遊戲 以地下城探索、怪物獵殺、寶物發現為特色 憑藉著獨特的龐克背景 還有鮮明的遺書風格 讓遊戲充滿了未來科技 與復古元素的完美結合 一場史詩極的災難 撤毀了人類的土地 身為反情報特種部隊的一員 你將背負著使命 前往搖曳的星球 尋找救出的任務 一開始共有四種職業與角色 玩家可以選擇其中之一 遊戲的玩法就是ARPG的射擊類型 有著濃濃的美式風格 在畫面上面表現非常好啊 有點像是火炬之光那樣 戰鬥起來非常的流暢 玩起來也很爽快 遊戲的玩法上面有點打包的感覺 玩家將可以收集多樣的裝備 來加強自己的能力 最主要特色就是武器 將可以透過任務或者是轉彈 取得不一樣品質的武器 在裝備上去之後 角色的攻擊也會完全不同啊 也有著不同的攻擊型態 也可以在戰鬥中隨時做切換 後期玩家隨著等級的提升 就可以開啟天護技能 就可以透過點數來學習不一樣的技能 戰鬥起來也會更加有趣 後期玩家在知道機器人之後 還可以變身駕駛強大的機器人一同戰鬥 當你的等級連到差不多的時候 就可以再開啟其他的人物 雖然等級需要充完 但是原來的裝備物品都是可以使用的 就可以控制具有不同能力的英雄 MODEN 正在研發動畫 王者天下的手機遊戲新作 王者天下頂天 以中國春秋戰孤世代為背景 描述秦國中立志為大將軍的年輕人 信與另外一名林鎮兩個人活躍的故事 動畫舅舅的奇幻冒險 手機遊戲將在日本國內進行發行 目前該作品正處於積極開發的階段 也是由荒木飛呂宴創作的漫畫系列作品 算是近期蠻期待的動畫作品之一 而在下禮拜也有什麼有趣 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上市呢? NZ Sub 研發的大亂鬥動作新作 諸神大亂鬥 預計在3月21日展開全球測試 遊戲是一款亂鬥型大戰的動作遊戲 玩家需要隨著時間縮小的地形上 存活到最後唯一目標 其特色是輕鬆的操作 還有利用地形與物體進行戰略戰鬥 還有以神話人物為主題 且具有獨特的動作技能角色 決戰時刻 現代戰友Mobile 將在3月21日兩大平台全球上市 主打行動版裝置FPS大逃殺遊戲中 最高的真人玩家數 透過金星洞魄大逃殺對戰中生存 稱霸戰場結線來對抗超過120名真人玩家 來考驗玩家的作戰技巧 Super Panis 手機遊戲新作 迴旋標老兄RPG 預計在3月21日上市 主打輕鬆又有趣的防智玩法 偉大的老兄與迴旋包一同增長 搜集並強化各種迴旋標來對抗惡魔 由荷米斯遊戲代理正版授權的 社交戰情SRPG 三國幻想戰記 確定在3月21日這次上市 遊戲是一款日式角色敗的輕戰棋遊戲 依照三國制正式改編 讓玩家沉浸在日式風格的正式三國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朋友幫助點個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鬼遊戲快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 謝謝 按讚 按讚